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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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我是燕子老师 我来自南京 我一开始做学徒 到最后做上师傅 然后这其中有七八年的时间 这世界上唯一就是 没有捷径的技术 技能这个东西是熟能生巧 你一定要下很大的苦功 你才会有收获 其实中式面点在我们平常生活中 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为它也是主食 对 然后最常吃的应该是面条 还有水饺 水饺这一块我花了很多的心思 去做 去这个饺子 不同的口味 不同的面皮 不同的味道 港式典型的部分 虾饺 我把最传统的虾饺 加以创新 不同的 馅里面加了不同的材料 然后皮里面加了不同的色彩 做出不一样的虾饺 比如说鲸鱼 黑白 下角黄 但是不管怎么做 创新不忘本 就是我最 最原始的材料 会在里面 使用新鲜的香料 会让餐点的风味更佳 我还是建议消费者可以去量饭店 或者是便利店去购买这种干燥香料 现行的干燥技术仪能够完整的保留香料的色泽跟风味 很感谢上帝给我很多恩典 未来我会注重在教学这一块 希望我可以分享更多的爱和经验给大家 让大家在家里面都可以做出美味料理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